科院研發的雷霆2000的火箭彈 陸軍最強武器 結果成軍以來第一次出這個狀況 就是這個火箭發射車 早上在這個九棚基地 在進行實彈射擊 結果說卡彈 怎麼會卡住呢 結果推進器就燒毀了發射車 冒出了大量的濃煙 雖然沒有造成人員的傷亡 但是演訓也宣布暫停 那現在正在聊起意外事故的原因 一枚枚雷霆2000火箭彈點火發射 高速越過海平面發出轟轟聲響 屏東九棚基地20號上午9點實施 陸軍雷霆操演實彈射擊 但現場卻爆出大量濃煙 濃煙把所有發射車全部遮蔽住 但再看看往年演習 根本不會有這種情況 第一時間還傳出 雷霆2000火箭彈爆炸 發射車也被炸毀 軍方澄清雷霆2000火箭彈沒有爆炸 但造成發射車大火已經撲滅 沒有人員傷亡 也立刻下令停止演訓 雷霆2000火箭彈由中科院研發 屬於多管火箭炮 2010年起量產43套 編率預算132.2億元 發射車裝備MK66增層型火箭彈 最大射程100公里可作為戰術導彈 號稱陸軍最強武器 也是成軍以來首次發生射擊意外 並由中科院陸軍成立專案小組 理性噪音 陸軍最強武器出包演訓 緊急喊咖 軍方十分重視 將成立調查小組調查爆炸原因 但今早意外發生事故後 引發附近居民恐慌 要求軍方好好說明清楚 否則不排除前往抗議 記者當初王書宏評論報導 好 這麼樣的一個卡彈的狀況呢 現在演訓已經暫停了 那現在呢 正在進行調查 我們來聽聽這個張靖的分析 陸軍雷霆2000火箭系統 今天早上在九棚靶場 試射的時候發生意外 目前具體的狀況大家並不了解 但是眾說紛紛 各種講法都有 但是我們必須要了解 就算今天在發射的時候 發生失效的狀況 由於彈頭本身有所謂 保險以及被炸的裝置 所以彈頭在架上直接爆炸的可能性 其實相對不高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很可能就是說 它沒有辦法發射出去 然後它燃藥在那邊燒完 但是燒完的時候 由於它原始的設計 並不是能夠在架上繼續燃燒 所以將整個車輛燒毀 這也是不讓人不意外的事情 所以因此在這個目前具體的調查 沒有完成之前 我認為大家不宜胡亂猜測 第二 通常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 會進行全面的彈藥見證 確定本身 這是火箭的彈體沒有任何問題 第二 也會去檢查所有的發射架 認為所有的發射架也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要雙管齐下 這個過程其實需要相當的時間 所以在沒有辦法獲得所有具體證據 重建現場之前 總會有很多人出來譯測 但是呢 索性是人員沒有這個傷亡 我認為大家這一點我們應該感到心慰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點 據我所了解陸軍的高層 尤其特別司令徐上將 在獲知這項事情的時候 首先關鍵是他的官兵 有沒有產生任何傷亡 我認為徐原浦上將這種講法 以及這種思維是正確的 一個領導者能夠關愛自己的官兵 遠勝於裝備的損壞 我認為這對於整個國軍的 以及對於整個陸軍的士氣 是有幫助的 在這邊我特別給予肯定 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維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GO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